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 可是这个是我预备了一段的时间 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 关于美国种族这个问题的一个跟进的题目 希望我们能够从圣经里头能够了解这个的公平的意义是什么 寻求公平是什么的意思 那究竟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 社会公义或者寻求公平是什么意思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寻求公平是那么重要 圣经的教导究竟是什么呢 那这个题目呢 首先我们来面对两个关于社会公义的这个争议 第一就是定义的问题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公平的定义是什么 公平跟平等有什么样不一样 那我发现大家的看法都很不同 就在定义上面已经很不同意了 人认为呢 这个平等不是圣经的重点 不应该追求的 平等在圣经里面 合本里面发誓只有出现过两次 所以那神创造人 人人平等 可是其他方面呢 圣经就没说 所以呢 不是圣经的重点 换句话说 人生而平等 可是社会就是不平等 是事实 而且平等呢 是不可能的 你想一想呢 每一个人的 剩下来的这个智商 情商都不同 人的身高体重 这个外貌品格都不一样 机会 这个机会跟努力的这个程度 家庭的状况 原生的家庭 长大的一个背景 遭遇 工作 收入 都不可能一样的 那 这个新加坡 已经过世的这个总理 李光耀 是很著名的 很有名的 他的治理 新加坡的这个理念 叫精英治国 他不相信呢 人员之间 能够正正地公平的 所以你公开说 他说新加坡人 如果 剩下来是 马来 瑞的小孩 就不要指望 比 华瑞的 这些小孩 数学成绩 更好 他认为呢 追求平等 与鼓励 各人奋斗 是矛盾的 他鼓励 各人的奋斗 才是社会进步的 重要的动力 而且呢 这种的 评者多补 对富者 做少补的 这种方式呢 往往 莫杀了个体的 优约的 这个差别 反而造成了 新的 这个不平等 不公平的现象 那甚至有 另外一种的看法 完全不同的看法 认为人人平等 的社会呢 是 马克思主义 追求的 这个大同世界 那不尊重 这个私有财产 这个 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种的 理念 甚至认为 以高税收 来 是一种 厂劫 公民的 这种财产 和收入 是试图 重新分配 财产 认为 结识一种的 社会主义 追求公平的 或者平等的 这个的 说法呢 因为是 一种政治的手段 是美国 自由派 的这种的 拉票的 一个手段 吸引这些 穷人 一些 平常的人呢 来投票 特别我们的 年轻的一代 追求人人平等 过分地追求 这个社会公益 是越来越 自由派了 所以社会的公益 与追求平等呢 成为这个 争议性的 政治议题 对话的空间呢 很少 那第二个 争议呢 对一个困难的地方呢 就是公平 真的可能吗 公平 是否真的 存在 这个公平 是个非常主观的 一种的观念 公平不公平呢 往往是根据 你个人 主观的 这个感受 而且是通过 你自己的 立即的 这个角度 去出发的 所以呢 是否公平呢 很难 在一个群体 在当中呢 达到共识 正如我们 这一群呢 我们的 教会里面 的弟兄姐妹 大部分都是 从 是一群的 移民 知识分子 这个群体 从没有 然后到现在 什么都有 老者 多得 这是我们的理念 认为 美国社会呢 是最公平 不过的了 因为平民老百姓 可以靠努力 奋斗 可以成为 美国总统 所以呢 认为 没有不公平 的问题 可是我们的 下一代 在这里 长大的下一代 完全是 不同的感受 他们普遍认为 这是非常不公平 的一个社会 黑人 穷人 非法移民 这些都是 弱势的群体 是基督徒 的责任 要去寻求 这种的公平 我也更发现呢 甚至从香港来 从台湾来 从大陆来 都有不同的看法 对公平 与不公平的 这种的观念 有很大的 这个差异 那究竟 圣经的立场 是什么 上次 圣经是讲 平等 公平 公义 还是讲什么 圣经的看法 是什么 今天我们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今天我想 跟大家分享的 三点 第一点呢 是为什么 要寻求 公平 是那么重要 对神来说 是那么重要 一件事情 第二点呢 什么是公平 寻求公平 是什么意思 从圣经里面看 然后第三点 如何 寻求公平 是应用性的 第三点 那今天经文呢 是在以赛亚书 两段的经文 一头一尾 第一段呢 是一章 十节到二十节 然后第二段呢 是五十八章 第一节到 第十四节 两段经文 是对照平行 讲到这个 寻求公平的 圣经里面的 经典的 这个经文 那今天两段经文呢 是对照平行的 在第十章 第一章里面 讲两件事情 神讨厌 不行公义的 尽全的生活 跟五十八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神同样的 讲到神讨厌 那些不行公义的 这种的 信仰的生活 然后跟着呢 第一章 十六节到二十节呢 讲是 不行公义的 这个恶果 然后第五十八章呢 是讲到 行公义的 一些的 诸服与英雄 一个反面 一个正面 两段 平行 对照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 这两段的经文 那这种经文呢 可是信息却是 一模一样的 寻求公平 Seek justice 是重要的 是金钱生活 不可以缺少的 人生而平等 不同社会 有不同的 这种的 不公平的 这种现象 不同时代 有不同的 弱势的群体 可是 真理 神的吩咐 却是一样的 寻求公平 是神指明的 这个责任 是神的吩咐 只有神的应许 与善果 不行公义 不寻求公平 不为公平发生呢 两段经文 清楚地说 这不是真正的 敬虔的生活 这个 行公义 行善的对象 指呢 这两段经文讲的 都是 这些受欺压 造于不平等待遇的 这些人呢 那不单只是指到 以色列人 当中困苦的人 这些弱势的群体 受 逼迫 受困苦的人 不单只是指到 以色列里面的 这些以色列人 也包括 在他们当中 漂流的 寄居的外邦人 非犹太人 寄居者 今天神吩咐我们 要寻求公平 不单只在教会里头 照顾有需要的人 而是特别讲到 是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个社区里头 在社会当中 能够行公义 好联名 能够寻求 公平 这是神的吩咐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 寻求公平 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寻求公平 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58章 第二节 叫呢 形容 当时的犹太人 特别是用 敬钱的 这群的犹太人 怎么形容他们呢 六个的动词 平行的 导引的结构 来形容这一群人 第二节 说他们天天 每一天又一天 去寻求神 寻求神 是敬拜神的意思 去到圣殿 献祭 祷告 十一奉献 甚至是超十一奉献 根据摩西律法呢 前世一太人 一年奉献 百分之二十三点三 是认真的 勤劳的 天天的 持续不断 不是一些冲动的 一些的举动 是生活性的 一种的金钱 然后他是这里说 他们喜悦亲近神 乐意明白神的道 充满了 这种渴慕神 想去认识神 亲近神 充满了记忆情 passion 他们生活 不离弃神的典章 遵守实戒 是个人道德的上面 在群体的 宗教的生活里头 是完美的 他们理行 敬拜神 各种的礼仪 是专业的 守得很仔细 做得很精准 这样的神的子民 好不好啊 这样的基督徒 好不好啊 简直就是 人见人爱 备受尊崇的 这些典范的基督徒嘛 然而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第三节 他们问 神啊 你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进世的时候 你简直就没有看见 我们为什么 牵遍我们自己 在等候你的时候 你却一点也不注意我们 为什么神没有回应 我们的祷告 祷告 祷告如同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的 这个的反应 在第一章十五节 对照的经文里头 神的反应 是令人惊讶的 神直接从口里面说 你们举手祷告 我必接眼不看 看也不看 把眼接住 就是你们多多祷告 我也不听 我不听 我不看 我不理你 那这种的反应是 令人惊讶 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呢 究竟是什么的原因 那么 敬虔的一个群体 可慕神 敬拜神 服侍神 道德高尚 一种敬虔的一个群体 可是神说 我不听 我也不看 我也不理 然后第三节 到第四节 第五十八章 这里怎么形容 他们什么原因呢 所以因为他们不行公平 这里列了很多 他们不公平的 追求不公平的 这种的表现 从这些事情上面 所以看到 他们不行公平 然后神不理 不听不看 他们的 敬虔的生活 那这里说到 他们 只求自己的利益 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这是不共不义的事情 叫物伤正经 以凶恶拳头打人 这种暴力 这种的 这种压抑人 欺负人的 这种的行为 忠信的城 成为妓女 以前充满了公平 公义的城的地方 今天居然有凶手居住 你们银子呢 成为榨子 你们的酒用水 参队 长得不诚实的 这些的举动 在商业 买卖的当中 不公不义 然后他们 讲官啊 他们的官长啊 居心玻璃 与强盗作伴 你们喜欢 愧乐 追求自己 戴下去的 这些装饰 他们不会孤儿申冤 寡妇的案件 他们也 藏不到他们的面前 因为没钱收啊 做了等于白做啊 所以寡妇不理 孤儿不顾 行不义 在生活的当中 在他的买卖的当中 在城里头 要这种不公平 不行公平的 这种的表现 所以对神来说 寻求公平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论你宗教的生活 多么的金钱 不论你多么爱神 多么爱神的话 多么爱祷告 神都不理你 神不会听你的祷告 神不会欣赏你的追求 而是真正的信仰呢 与真正与神来往呢 的标记 是寻求公平的 这种的生活 社会良知 为他人 特别是有困苦 弱势群体 而生活的人 关心穷人的人 孤儿寡妇的人 这个是神 要听 要关心 要看 这些人的 生活表现 那如果你读新约的话 你发现 这种追求公平 的教导 是圣经一贯的 这个的吩咐 绝对不是一次 一节经文 两节经文 新约的教导 也同样一样 雅各书第一章怎么说 他说 那些清洁没有沾污的 这些的前程 就是要 看顾 在患难中的 孤儿寡妇 这种 行公义 追求公平的 这个的基督徒的生活 是 敬虔真正的表现 在圣经里面 是一贯的教导 是古老要丰富的 吩咐 是常常出现 的一个的教导 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点 那么重要 那什么是圣经里面公平 寻求公平是什么意思 寻求公平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人生而平等 可是社会却非常的不平等 不同社会 公义的看法呢 有很多 我举几个 稍微提一下 认为我们对穷人 没责任 如果有人不肯做工 引进据典了 特斯 特斯文尼加后书 三江十节说 有人不做工 就不可以吃饭 看到是个人的因素 或者家庭的因素 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呢 是民间社会的解决的方案 是做一些救济的工作 可是对穷人 社会上是没什么责任的 又是你做成的 你自己不工作 懒惰 所以你要负责 那这个看法 相当普遍 那第二种 对社会公义的看法呢 把社会公义看为 追求平权 讲权的问题 要把社会上面 这种不平等的 将外 把它呢 除掉 这个看不到 不公平的社会呢 是一个制度造成的 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 就是社会改革 在政策上面 能够想起各种办法 来帮助这些弱小的群体 能够起来 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那圣经里的公平地认为 这种不平等的根源 是非常复杂的 不是那么简单 不论是左边右边 不同的看法 这些简单的方式 这个 以骗盖权的这种现象呢 把这个问题 把它弄得好像很简单 其实那个问题 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中国人的看法 觉得 社会公义 最求公平的是一种 修桥补入的一种的做法 如果有能力 我去做是好事 我是做个好人 我做善事 这个以自己的 这种的高的姿态 去做这些 善事的这种的想法 那圣经里面讲的 它不是讲平等 圣经讲的是 讲公平 justice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又古老 又丰富的吩咐 强大又全面的教导 有祝福 也有警告的命令 追求公平 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看第一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 神对这个敬签的群体犹太人 一连串九个的命令 imperative 命令语气的和吩咐 一个接一个 讲到追求公平 是什么意思 等到喜着你自己 自己竭尽你自己 除掉你们的恶行 把这些生活 对社会不公布 意思不管的事情 把他除掉 要止住 stop 行恶 然后要学习 行善 去了解 去明白 学来的 怎么去 帮助有需要的人 然后第六个吩咐 是寻求公平 seek justice 下面三个的动词来形容 什么是寻求公平 解救受西亚的 给孤儿伸冤 那孤儿什么冤呢 意思就是说 没人理他 没有顾他 这种冤层呢 到神的面前去 然后 敬虔的人 为孤儿来伸冤 为寡妇来辩去 委屈的地方 没人理的这个地方 公益 敬虔的人 寻求公平呢 是 为他们来辩去 那这九个的 这个吩咐 我们来看看 这个追求公平的 这个的意思 再深一步 再进一步看一下 公平这个字呢 希伯来文 mish path 英文的翻译叫justice 所以那可以翻为公义 也可以翻为正直 特别讲到裁判 判案子的时候 定对跟错 有罪与无罪的时候 是个公平 公正的 这个的裁判 这个字 平等在圣经 和本里面出现两个字 可是和 公平这个字 mish path 单单在旧约 就出现两百多字 那基本的含义呢 是公平地去对待人 不论种族 不论社会的地位 是怎么样 然后呢 对每一个人 都公正地去对待他 公正 公平 是圣经的表达 那今天我们喜欢用平等 生而平等 都是神所造的 有神的生命 男女平等 平等平权 这是现代用法 可是圣经确实是公平 just 公平 注重的是什么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怎么对我 我怎么对你 我怎么对这个群体 我怎么对人 重点呢 不是大家都一样 而是重点 是我怎么对待你 待人要公平 不偏待人 这是真正敬虔的 这个的必要的态度 那这种公平 对待人的 可以包含两方面的 这种的含义 那第一个呢 是指到 在司法 与执法 裁判的时候 根据案情的 实际的 这些的证据 然后判 判 每一个人 有罪 还是无罪 犯同样错误的人 受到同样的刑法 然后呢 这是公平的 一个裁判 这是圣经里面 讲到 以公平 对待人的 第一层的意思 那用法呢 在《撒母纪》上 《撒母纪》上 第八章 讲到 撒母纪 立他两个儿子 不翘子 做事实 来审判 以色列人 代替他 成绩 这个 秉承父亲的工作 可是那两个儿子 怎么样啊 圣经说 他们审判百姓的时候 却不行 父亲的道 贪图 财力 收取 这个 贿赂 然后 驱往 正直 这个正直 这个意思 这个字 就是 公平的意思 把公平的裁判 去 去 歪曲了 去把它弄歪了 为了自己的利益 然后 对人 不公平 就这个字的 第一层意思 歪曲事实 不公不仗 视为不公仗 这是一个反例 那正面的例子呢 在《撒母纪》下 第八章 也讲到大卫 大卫做王的时候 秉行公义 秉公 秉公行义 秉公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mispath 就是公平的去 对待人 他是王帝 很有权 可是他对每一个人 都一样 都有同样的 这种的 公平的这种的 待遇 做事 是公平的 对每一个人 用同一个标准去对待 这是公平与公义 这两个字一同使用的 公平大人 就是公义 公义的人 必须要对人 是公平的 不偏的 那另外例子 就是所罗门 圣经记载 他判断一个案子 记得吗 两个妇人 去征一个婴孩的 这个的案子 所罗门有神的 这个机会 智慧 然后能以准确的 来断案 断案这个字呢 就是mispath 公平的 去做一个裁判 以公正对人 不偏不离 然后真的找到 这个孩子的妈妈 那是谁 司法判案公正 这是美国司法部 这个department of justice 的这个标记 那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这个 那上面呢 有美国的国会 世界英 手里拿着这个的 橄榄叶 是爱好和平 可是也不怕打仗 十三支箭 就是最开始的十三支 然后呢 不怕打仗 为了伸张争议 秉公 求判案 然后甚至 打仗也不怕 那这边有几个 小的字 有几个小字 是拉丁文 意思是说 代表来公平 去起诉 的意思 这个公正的态度 在法律之下 人人平等 公正地去裁判 这是美国法制 最重要的一个的基础 是不是 可是事实是怎么样呢 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的法庭上面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有钱 请个好律师 或者请几位的大律师 替你身边 打官司 越贵的律师 越需要付更多钱的律师 胜算越大 是不是这样 可是我们的神呢 却是公平的神 所以今天特别讲到 祂喜爱 公义与公平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这是祂爱的 这两个字是双胞胎 公平与公义 是神一种爱的一种表现 是神的属性的一种表现 原来公平的施法 公平的裁判 在圣经里看 是一种爱的一种表现 是不是 好像我两个孩子 如果公平地对待他们 不偏心 不歧视 不中男轻女 不中女轻男 以公平的法则 去对待他们 这种爱小孩的一种表现 反而转过来 不公平的父母 其实你是不爱你的小孩 当他感到爱 有公正的这种的环境长大 他们感到安全 感到被尊重 他们感到被爱 而产生一种自信心 对他一生呢 能够走在正路上面 他们因为他们受到 公正的一个待遇 历维基十九章里面讲 你们世行审判mish path 你们世行公正的时候 公平的时候 不可以偏让穷人 不可以偏护穷人 也不可以看重有势力的人 这次圣经里面讲到 穷人富人 你不要偏穷人 也不要偏有钱的人 大家公公正正 来对待人 公正的意思 重点是在这种公正的 对待人的这个意思 不是说不要理同人 意思是穷人跟富人 富有的人一样 意思同人 不可以偏袒的这个意思 讲的是关系 讲的是态度 应该公平去待人 这是第一层的意思 那第二层的意思呢 这个公平待人的 这个意思呢 是赋予尊重 别人的这个权利 这个字在这种意思之下呢 可以泛为分 可以泛为礼 会泛为合法的权利 那圣经用法呢 在圣经第十八章 有个例子 他说一个祭司 从百姓当得的分 分的意思说呢 就是祭司公平的意思 对他 他的公平 他的justice 是指到祭司 可以从以色列人的当中 按一定的比例 规定 受到 以色列人的供养 支持他们的生活 这个是称为 祭司的权利 或者窒息的分 所以公平的意思呢 是指到 维护 保障 对方应有的 这个的权利 另外一个的 例子呢 是圣明记讲到 是长子的名分 这个名分 这个字呢 就是mispath 同一个字 公平的意思 是长子的权利的意思 投生的这个权利 长子有特别的责任 所以他有特别的权利 他在分产业的时候呢 他可以 是有双分的 这种的产业 然后 那种金文 特别有意思 他说 如果你有两个老婆 你不喜欢哪一个太太 生的 头一个 生的是 他的长 你的长子都是 你不喜欢的太太的 长子的孩子 你爱的那个妻子 生的 不是 头生的 不是你头生的 你不要 就把你爱 喜欢那个妻子的 儿子当成长子 那个 你不喜欢的 这个太太 恶的太太 所生的孩子 他有这种的权 他有这个 mispath 有这个权 他是长子的权 但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的 一个的写法 讲的是 人 富有的 天富有的 这种的权利 圣经里面困苦的人 他们有权的 困苦 needy people's right 讲到 需要有困苦的人的权利 他们有他们的礼 他们有他们的分 旧约里面的 这个的 弱势 我们称为弱势的群体 困苦的人 都是提四种人 这个称为quartet 一个quartet 一个四种人 圣经常常提 就提这四种人 在这里也是一样 一条二十三节 跟五十八章第七节 讲的是这四种人 第一种人 常出现寡妇 第二种孤儿 然后第三种人 是流浪的人 或者漂流的人 这个漂流的人 是指到 是在社会里面 那些的 或者是民工 一些的移民 是居无定所的人 然后最后 当然就是包括穷人 所以这四种人 是旧约里面的 室内的 常常出现的 弱势群体的代表 那这些人 在旧约的农业社会当中 生活没有保障的 在社会里面没有权利 没有知足自公的 这种的社会的能力 寡妇没有共产的能力 丈夫死了以后 她生活就成问题了 孤儿 孩子在聚会里面 是不值钱的 没有人看中的 没权利的 然后也是没人照顾的 这些漂流的人 没有居无定所的人 这些移民 这些民工在他们当中 也是生活没保障的 从人生活缺乏 那当社会受到 动荡的时候 天灾啊 人祸啊 战争啊 政治的改变啊 这些弱势群体 都是最先 也是最重 受到伤害的人 这些人呢 社会当中 包括犹太人 也包括他们当中 非犹太人 寄居的人 只要是从外面来的人 miss path 这种justice呢 是指导公平 这些人有他们的权 意思指导他们 基本的需要 要保障他们受到 他们的权受到照顾 这个社会是否公平呢 在乎社会 怎么对待这些四种人 来决定 这个社会是否公平的社会 那如果说照顾穷人 今天我们 如果说照顾穷人 寻求公平 就是积极斗争 不尊重私有财产的 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用我们所交的税 去照顾他们 是场劫公民财产的收入 重新分配财产 是马克思主义的话 这种言论呢 完全漠视了 圣经里面吩咐我们 寻求公平 这种又古老又丰富的 这个吩咐 是强大而且全面的教导 是整本圣经 信旧约一贯的教导 就日如此 新约也如此的吩咐 行公一号联名 出去新约教会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成立以后 选立的七个集市 目的是要照顾这些的寡妇 而是讲 希腊文的这个寡妇 外邦人要信主以后 保罗 使徒吩咐保罗 传父给万万人说 不要忘记去教导他们 照顾穷人 加拿大书里面讲 保罗说 当然 理所当然 照顾穷人是我们的责任 完全没有 争执过 而是初期的教会 他们就因为 照顾这些弱势的群体 产生这种教育的增长 从一百多人 两百人 变了全世界 当时那个世界 罗马这个帝国的里面 超过一半的人口 成为基督徒 靠的是什么 就是这种 照顾弱势群体 行公一号联名的 这种的见证 去改变社会 但耶稣 讲了 他说 有一天他坐在宝座里 与众天使一种降临 坐在他荣耀的宝座 马太福音第25章 众民聚集他在他面前 最后的审判 神要把他们分出来 耶稣要把他们分出来 三羊跟绵羊 好像木人人要把 三羊跟绵羊分出来 把绵羊放在一边 把三羊分在一边 我问你 他怎么分 耶稣说他是用什么方法 分解两种人 一种可以与他在一起 一种是被拒责在外面 耶稣怎么分解两种人 绵羊与三羊怎么分 一人 与不属于他的恶人 耶稣怎么分呢 耶稣说 看他是否照顾 他们当中最小的那一个 最软弱的那一个 他饿了 你是否给他吃 他口渴了 是不是给他喝 他没地方住 你是否给他地方住 他没得穿 你是否给他穿 换句话说 行供一号联名 寻求公平 照顾这些弱势群 你的基本的权益 就是耶稣分 一人与二人的这个方法 是信仰生活的一种 表现结果 来看出 你是属于什么人的 容使我说了大胆一点 如果我得罪你 请你原谅我 如果这个做法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话 那天堂 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今天弱势群体 可以包括下面的人 在美国四大 弱势群体当中 第一种是 奴隶 现在全世界 里面有 两千万 到三千万的奴隶 这些被强迫 工作 受气压 不肌肉 其中超过五分之一 是被逼去 出卖身体 的奴隶 超过五分之一 是 孩童 在奴隶 是美国人口 买卖的 主要的转接站 美国贩卖人口 大部分都是 未成年的少女 一年有 一万四千 到一万七千人 从外地 卖进到美国 做那些 工作 Houston是一个 主要的corridor major hop 所以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 也有弟兄姐妹 参与这种 防止人口买卖的 这种工作 第二类人 就是群体 民工 就离开紫园 居地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去工作 过着非常艰苦的 这种生活 在美国估计 有一千四百万的 这些的民工 大部分从莫斯科来的 其中超过 三分之一 是非法进入美国的 这些是困苦的人 今天过着漂流的生活 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 那我不支持非法移民 这些犯法是不对的 可是关心困苦的人 漂流的人 这些人是神所关心的 我们超过也关心这样的人 住在我们旁边的人 这些人 就在我们当中 第三种人 就是今天的 就我们所谓穷人 我们的穷人 你看这个图 美国人 美国人 搞见全世界 百分之四 却拥有世界 30%的财富 很富有的国家 美国里头 最富有 那个 百分之一的人 拥有全美国 百分之四十的 这个财产 然后 最高的 一个百分之一的收入的人 它是下面 90%的人的 总财富的 加起来 还多 所以贫富的差距很大的 2017年 美国贫富差距的比例 是西方国家 G7 最高的国家 或者说 美国很有钱的人 也有不少 穷人 就在我们当中 美国的白人 平均收入比黑人 多百分之六十 那这些数字 背后有很多的 因素的 不做工 难 只是其中一个 因素而已 问题很复杂的 Gary Hogan Gary Hogan 是美国 公平使团 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 的创办人 他研究世界上面 这些虫骨人 怎么去解决 他们的虫骨的方法 2014年 他出版了一本书 一本书呢 是Top Seller 叫The Locust Effect 蝗虫效应 他发现世界上面 最苦的人 虫的人 用什么方法 帮助他们 他说要解决 他们贫穷的问题 必须要解决 暴力的问题 这些暴力的问题 包括奴随 包括人口 买卖 包括土地被强夺 包括受歧视 缺乏合理的法律 去保护他们 执法的问题 这些都是必须要解决的 这种的暴力的问题 那贫穷的问题 才能够 要解决的希望 暴力 他这本书里面说 好像蝗虫一样 经过的地方 一片方凉 什么生气都没有 不可能有任何方 任何的方法 可以帮助这些人 除非你先解决 这些暴力的问题 那第四类呢 我们曾经讲过 这种受欺压的 这种的弱势群体 就是被歧视的人 少数的人 受了不公平的 这些的待遇 他们长期被压 所以他们生活 他们的权 他们的这个的 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那第三点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来寻求公平 那第五十八章 第六到第十节呢 是连串的 这些的命令 什么是公平 第一 是被吸压的得自由 第六节就说 我所拣选的禁食 不就是松开凶恶的绳子 解散恶上的说 使被吸压的得以自由 折断一切的恶 是要使这些被奴役的人 被压抑的人 不公平的来对待的人 怎么行公平啊 就使这些人得以自由 耶稣来世界上面 路加福音第四章 他来世上 传福音给穷人 他也使受吸压的得以自由 当然讲到受罪的这种的吸压 也讲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受了压迫 受了不公平的这个待遇 然后第二呢 第七节 什么是公平啊 提供人最基本的需要 把你的饼 就说是你的饼 分给饥饿的人 食物分派 将漂流的穷人 接到你家里 给他们地方住 shelter 给没有衣服吃生的 吃生的 给他衣服来遮体 今天工业革命之后呢 衣服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衣服很便宜 可今天最基本的需要 可能是包括 上网 那前几天我看到一个 一个浮遍地区发生的故事 有个家庭三个小孩 要上网才能够上学 因为之前都在家里面上课 家里没钱 结果付了上网 那个月费一百五十块钱之后呢 就没有钱去买食物了 一家人饿肚子 那基督徒怎么样去寻求公平呢 行公义是什么意思 提供这些弱势群体的 基本的权益 基本的需要 这个不是社会主义 这是神的吩咐 第三呢 这里讲第九节这里讲 从你们中间 要除掉众恶 和指责人的指头 并发恶言的事情 这里讲的是 对这些人的一种 基本的尊重 除掉你 这种指责的指头 除掉你这种 发恶言的这种语气 这种的态度 除掉你最穷人的 弱者的非法 这种歧视 指责 招讽 蔑视 背试的这种眼光 看不起他们的态度 结果 是行公义的 一个方法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里面好像被 重重打了一下一样 这岂不是我们今天 社会里面 一些对穷困的人 困苦的人 这些的态度吗 你穷因为你不做工 可能是 我们还已经据点 不做工的不能吃饭 那可是贫穷的问题 不是那么简单的 很复杂的 有个人的责任 可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就指责这种蔑视的态度 是神所不喜悦的 为什么他不听我们的进食 听我们的祷告 为什么不看我们的进食 这个不公 不义的这种的态度 是原因之一 这里说把 你的饼给饥饿的人 这个不是财富重新分配 这是一种 基督徒爱心的这种表现 寻求公平是神的命令 不是马克思的这种吩咐 如果我们说真正相信神 真正的信仰的生活行动 这是把你的饼 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第十节 从正面来看 给你说 要照顾 看顾孤儿寡妇 那些人的话 你要从心里 对饥饿的人发怜悯 意思是说 把你的心掏出来 对饥饿的人 有需要的人 在困苦的时候得满足 态度很重要 不是你给一个面包给他 然后带着一个 灭世的这种态度 神不约纳的 态度很重要 你的光 就在黑暗中被发现 你的幽暗就变为正午 寿命在发光 是神所喜悦的 这种信仰的生活 这是真正的境界 那Piper 总结这种经文 讲的四种 五种的 神关系基本的需要 神关系呢 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今天 受的问题很多 这种不公平的 对人不公平的这个情况 是相当的 原因之一 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 九个命令 九个命令 一连串的吩咐 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可以做 第一 提倡公平 第二 不要揍手旁观 不要只顾自己 把直观起门来做 敬虔的基督徒 第三 要为 要为这些人 没有声音的人 来发声 我们读真正的时候 读过这种经文 寻求公平 为他们来发声 在美国 游行是宪法保障的权利 这是前几天在Boston 在我儿子住的地方 楼下的游行的地方 表达他们诉求 我反对一些的暴力的行为 事实上 这些游行 93%以上的游行 都是表达诉求 不暴力的 这个 在Boston 在我儿子楼下发声事情 一点不暴力 可是这种发声 你同不同意 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表达你的诉求 为没有声音的人发声 但是圣经的吩咐 我们可以用投票的方法 可以发表我们的意见 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 要为他们来发声 寻求公平 改变不改 不公平的事 你说是不是这样 有实际的行动 下面讲的几个动词 解救受吸压的 然后要给孤儿申冤 为寡妇来辩取 这个不是一种 职功德做善事的这种心态 是与神同工 活出神 儿女的这种的本分 是神要做的事情 那这里讲了三种的祝福 那时间关系呢 你自己回去看好了 这里讲到 如果我们行公义 好联敏 追求公平的话 三种的三种祝福 第一 神在这里 当你见到 神就在这里 你的光 必如早晨的光 然后神 就在这里了 第二 里面讲的是 你就会重建 你的社会 你的生活会重建 里面说描写的 是这种重建 恢复的 这种的美丽的图画 也就是 Salom的图画 平安的图画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 Change agent Change agent 一个Agent of change 是改变 不公平的这些人 好像你的神一样 这是何等美的一个图画 那几年前呢 我在 我女儿在纽约住的时候呢 我常去纽约 去参加她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 救赎主掌老会 很多次 这个教会有个印象是 委身城市转化城市 透过社会公益 去改变纽约这个城市 这是他们一个project 跟政府一起做的 把一个废弃了 没有用的 旧的一个subway station 把它改造另外一个空间 然后让这些最穷困的人 能够有个休闲的这个地方 这里讲的是 参与这种社会重建 把神美好的 这种的创造 在你的周围重生发生 那第三呢 今天讲到以身为乐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必定享受天赋 这种的真正的 Shalom所带来的这种的平安 描写的 这个 阿摩斯是描写的 是 一种美丽的这个愿景 它是为愿 公平 是Path 如大水滚滚 公义于江河淘淘 神缘重战 我们与神为乐 万物得到重新的建造 这是公平 如大水滚滚的 这个的愿景 你看得到吗 我们就是忙着我们 这个课题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在 有时间在聚会 我们在讨论 不过这是神的吩咐 是一贯的吩咐 是不改变的 从旧约到新约 对他的子民的一个期盼 不是政治议题 不是左派右派之争 不是什么主义 跟什么主义 是我们与神同工 然后有一个美丽的一个愿景 所成就的一个行动 你愿意吗 我们来唱这些回音的诗 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愿 你的国度降临 你的平安 你的Shalom 领导我们 就在这个地方 你掌权的地方 你的子民跟随你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看到 你圣洁公义的彰显 在这个世界 来彰显你的荣耀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保守 称我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遇到永永远远 阿们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的崇拜到这里结束 我们可以参加小组 大家可以参加小组 他们都要够看到 我们在终于 小组 entered 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参加小组 都要这样 再会参加小组 焦